好,我們馬上切入正題 因為今天不管有沒有車友來看這個直播 那我們今天主要的用途是要去分享 就是說Manster這台車 它後面有什麼電池的一個調整 我們這邊得到的一個訊息 就是說原廠的那個規格是2400瓦斯的電池 然後它後面在上禮拜 我記得是禮拜五六的時候 我收到原廠的一個消息 就是說會有一些不同的電池組 然後會有副廠的跟原廠的 然後我在這幾天就是做了一點功課 因為我有看到同行這邊也有分享 就是說可以選購電池組 其實你們選購的電池組可能是 一樣的電池組 然後你還要多花錢 好,那我們今天就已經直接開始 我們今天直播主題 今天討論的主題就是 Master電池的電池組要怎麼選擇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有原廠的2400瓦斯的電池 然後還有副廠的 副廠的2400瓦斯 然後還有一組電池組 它的電池組的電池容量是1900瓦斯 還有一組電池是2000瓦斯 OK 那這6款電池呢 就是2400瓦斯2組 1900瓦斯2組 2000瓦斯2組 然後總共有6款 6款的電池組 那我們今天就用刪去法 把那個電池給刪除掉 那首先呢 我們先討論一下這家副廠的 它的名字叫 利泰 它的英文名字叫 就是異音啦 翻譯的中文音叫利泰 那他們之前是有跟 Garwin比高德他們這家 廠商合作過 那 目前的 電池 Master 我們現在指的就是Master 這台車 它是2400、1900、2000 這樣的電池組 然後 我先刪掉兩組 就是2000的 那2000的這一款 不管是 Garwin他們出的電池 或者是 利泰他們出的電池 它的電芯是 魔力 變芯 然後P42A 那這一款的電池 其實 我的刪去的原因就是說 哈囉 我們這邊後面等一下就不直接跟大家打招呼了 OK 那我這邊刪去的原因呢 就是 這顆的 P P42A的電池 它的特性就是 它是低溫電池 它的特性是低溫電池 它的 我查詢的資料是在於 就是說 它的 放電的 環境溫度呢 是-40度 然後一直到 零上 零上的60度 都可以正常放電 那我們回到我們台灣亞洲 台灣這個 亞熱帶國家 我們的 平均溫度 我今天有查了一下 我們今年冬天的平均溫度是 平地喔 我們台北 16度 上下 那如果你今天是在高雄或南部或墾丁 你的溫度一定會再更高一點 OK 然後我又特別又查了一下 阿里山的冬天平均溫度 就是 2021年的12月 它的平均溫度是8到17度 OK 然後 一直到2022年的2月份 它的平均溫度是8到16度 OK那 你要想想看喔 你要多花一筆錢 多花一筆錢 然後 這一筆錢是 買 就是 韓代國家 他們需要用到的一個 低溫電池 然後 電量是降低的 那你要評估一下說 你有沒有這個需要 去用到這樣的 低溫電池 OK 好 那所以 P42A 這一款電芯 組 組 組裝 我真的覺得 P42A這個電池芯呢 它組裝出來的 電池包呢 它 其實 不適合台灣使用 而且費用也比較貴 好 那就沒有必要下去多花錢 去 換 P42A 這款電池組 OK 然後 再來就是 回到 40T 因為 40T這個電芯呢 它是1900瓦斯的 電芯 電池容量 然後它用的電芯是 40T 三星的40T 這顆 電池的 型號 那 原廠 推薦 換這一顆 電池組的 原因是說 它非常適合 跑高速的 車主使用 但是 我查了一下 40T 跟 501 這款電池包呢 它的 差別 它的差別就是 40T這顆單顆的電池 它是 4000毫安時 然後 501 這顆 電池的 單顆電池容量呢 它是 5000毫安時 如果我查詢的這樣的一個 資訊是正確的話 那 真的沒必要多花錢就是 你多花一筆錢然後降低電池容量 然後 續航率就減少 那我是不太懂為什麼 原廠要選擇這樣的一個 一個容量 然後你要再多花錢上去 OK 好那這樣子的話就刪除掉四個 哪四個 1900的 40T 副廠的40T 原廠跟副廠的 然後再來是 魔力 P 42A 原廠的跟副廠的 這四個就已經刪除掉了 OK 那 我這邊呢 呃 再去查詢一下 501 這個三星的電池呢 他也是有兩款 那 我在談這顆電池的時候 我們先聊聊就是說 利泰這家廠商呢 他其實 也是中國的廠商 那 他們家應該還蠻厲害的 我 今天一整天就在查這家公司 他們的電池新的 工廠呢 是在 中國的江西 然後電池的 就是做好的電芯的組裝廠啊 然後他會在 呃 就是那個 中國的動物館 然後在電池組的外殼呢 他是在 中國的深圳 組裝製造的 然後利泰呢 他們自己也有就是 做相關的一個 電池 保護板的 研發 所以看起來 這一塊 不管是 40T 50E 還是 P42A 這個電芯的 電池組 基本上應該是由 利泰 如果你選副廠的話 利泰這一家 的 保護板 去製作了電池 OK 還有一個 德國的 德國的分廠 在德國 看起來 電池的製造啦 或者說組裝啦 就應該會有一定的水準 要不然 分公司 不太可能開到德國去 這個後續我們再關注一下 好那個 有車友 分享了一個訊息 那我們等一下再去查詢 就是 回答你的問題 因為這個我有查到 好 那 這邊就會有車友提到 那利泰這家廠商的電池組出來好不好 然後耐用嗎 然後 有必要花錢更換嗎 其實這個問題呢 我覺得要回歸到車友自己的身上 因為 你 你選擇了付廠的電池 然後 你變成說你要再多花錢 那 多花的錢 差不多在 3500塊左右 如果你要換 501這一款電池 然後是付廠的 大概是3500塊 但這個價格 可能 要趕快確定 因為 趕快下訂 不是我要確定 是你們要趕快下訂單 因為 俄羅斯如果再 這個 再繼續下去的話 可能 會有很多東西會持續漲價 但不知道 原廠目前是沒有 發出漲價的消息 OK 那我自己這邊呢 首推的 電池組 當然是原廠的 501 這一款 2400瓦斯的電池包 OK 那 原因呢 就是 MASTER它雖然它可以騎 時速 將近100公里 但是呢 我們台灣的車友 它 不 就是 台灣的車友的 行駛 跟駕馭 獨輪車的方式呢 是一個很休閒的方式 出去玩 那基本上 不太會 不太會用跑高速的方式去 騎乘獨輪車 在我目前接觸的車友以內 還沒有人騎超過 時速七八十 在台灣的路面 台灣的 路面上 而且以如果 原廠 建議的台灣售價來講 一台是 66900塊 台幣的 台灣的建議售價來看的話 你就會獲得一台 3600瓦的電機 然後 2400瓦的電池 如果你不跑高速的話 你用這樣的電池組來跑 續航 其實非常 夠 那你要想想看喔 目前有 今年有 有三台車是用3600瓦的電機 就是雪曼MAX 然後 Garway的 Garway的 EX2S 這兩台都 這兩台 雪爾曼MAX就已經將近快八九萬了 8萬多快九萬 然後 EX2S 它本身就將近 已經快十萬塊的 售價 到台灣來的話 另外一台3600瓦的電機 就是 MASTER這台車 所以 你要在 行駛時速大概四五十的狀態下 要斷電超速的機 超速斷電的機率是非常低的 所以這台車 如果買下來的話 我會建議就是你喜歡跑 山區 或者是 跑 續航 高續航 這個都是非常好的選擇 那 說實在呢 Garway他這一次出了這台 MASTER 有辦法這樣子降低價格 其實 他做對了幾件事情 我這邊 我自己 這一段時間從去年到現在 我看到的就是說 他跟 MASTER跟其他兩台有共用 就是 以汽車來講就是共用底盤 那以獨輪車的角度來看就是 他共用的車架 他的車架跟 HERO 然後跟EX2S 那EX2他有分EX2 跟EX2S 所以等於是你有了四台的型號 然後去共用這一台 車的一個 車架 所以相對的 你的成本就會在降低很多 而且 我很看好這一台的 一個點是在於說 要在 納安博E加 E加 這一款車呢 他 才有 鎂鋁合金的 骨架 然後一直到現在為止 他是 第三台 第三台 就是MASTER他等於算是 第三台 不對 HERO EX2S 第六台 他們算是共用的 金屬車架 所以我是還蠻期待 這一台車的一個呈現 那HERO這一台 有點尷尬 他規格比 他規格比 MANSTER 小了一些 然後卻要賣跟 將近跟薛曼差不多的價格 我是覺得有點可惜 而且 MANSTER這台車 目前官方的 數據看起來 他的重量是36公斤 然後 HERO他是39公斤 OK 就還變比較重一點 那 至於就是說 MANSTER這一台車我覺得很 做對了一些事情 所以他等於算是降為打擊的 就是 同行的 S20 或者是 V13 這兩台車 因為 S20是今年 呼聲最高的 本來說 3月要出貨到 台灣來 目前都還沒有 那 也許 或者俄羅斯這邊有關係 或者是 香港 可能上禮拜也有人 就是收到一些 訊息 就是看到 香港海關這邊封關 或者是 你要貨運 要出來 出不來 等等的 基本上是香港都是 整個是封港 停工的狀態 有點糟糕 OK 呃 如果你們想要再多了解 就是說 S20跟MANSTER還有 V13 該怎麼選擇的話 你們如果對這個話題有興趣的話 就留言留個加加 我覺得 我會盡快 準備好這個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 不管 其實不管什麼樣的車種 那 我覺得 存在 就是有它的意義 那 蘿蔔青菜 歌有所好 呃 你玩車是為了取悅你自己 不是要迎合大眾 所以 你要去思考一下說 你為什麼要買這台車 所以我今天 我自己在 螢幕前 我是跟大家分享說 我選這台 MANSTER的 原因 來銷售 並自己使用的原因是 呃 價格 很超值 然後 同樣的規格下 就是 比同行 就是 比其他廠牌的車還來的便宜 比他自己這一個廠牌的 車還便宜 我是有點誇張 呃 所以 騎士們 你們要自己去評估一下說 那MANSTER這台車 你想要用它來做什麼 想要用它來做什麼 所以 你是要 一味的去迎合別人呢 還是你真的去 看到說你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麼 因為 畢竟MANSTER這台車 36公斤 現在目前出現的一個 規格來講 不清喔 而且是 幾乎跟 S20 同樣的重量 而且 它是 金屬車架 好 那 壓到腳 應該腳會骨折 我是這麼認為的 好 那 今天 直播的部分 我們就是盡量的 就是 鎖減鎖減 就是 它的一個 內容 那我剛剛有看到 就是 車友有講 那個 一個問題 尼凱博 他說 是不是 循環充電次數 沒錯 就是 充電循環的次數 就是 呃 傅長他們選的 那個 40T 這一款的 電池呢 傅長他們選的 這個40T的電池 它的 充電循環次數 比較少 然後 501 501 這一顆電芯的 充電次數 會比較多一點 那我覺得 這個是 我目前只查了 幾家 就是 關於 有寫這樣的 501跟40T的電芯的 一個 數據 那我可能還要再去查 相關的 原廠的 數據 才會再更準確一點 那 充電循環次數 確實是有差的 而且 你要想想看喔 就是 你花了一筆錢 然後 電池降低了 然後 你卻 選了一個 充電循環次數比較低的 電池包 有點讓我 怪怪的 那 這邊呢 變成是說 你有兩款 就是原廠的 2400瓦斯 跟 副廠的2400瓦斯 你要自己要選哪一個 這個真的 就是 只能就是 以時間來證明就是說 到底原廠的好 還是副廠的好 那 我自己還是選原廠的 我覺得 電池都差不多 那就要看 未來這家 副廠的配合廠商 他有多大能耐 OK 這個就是時間的部分 那 那金屬車架差在哪裡呢 我自己是這樣看的啦 就是 它的 騎乘的穩定性 會非常好 然後 再來是說如果真的 你的車翻出去啦 噴出去啦 可能會有一些塑膠件 破損 但是 金屬骨架 可能就還會比較 比較穩定一點 就是 至少 有可能是歪掉啊 等等的 那 我覺得穩定性 騎乘起來的穩定性 會比 我們現在塑膠殼 騎起來的穩定性 會更好一點 那 差在哪裡呢 真的只要騎騎看才知道 因為 Garway這台車 Garway已經換了名字叫比高德了 Garway這台車是我第一台 我自己 推廣 販售 預購的 第一台車 MANST 那 我自己也很緊張很期待 就是說這台車到底是有多神 然後有多厲害 那 反正 目前 預計原廠發貨的時間是在 4月中 但是 通常 通常會延後 通常會延後 那 這邊有車有說 S20的塑膠感 比較重 那 其實外觀 從以前到現在都不是我在評論一台車的一個項目之一 因為外觀是一個主觀的條件 他 沒辦法去數據化 他沒辦法數據化 但是他能形容得出來 所以那個外觀只有喜歡的人就喜歡 不喜歡的人就不喜歡 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你可以選原廠的2400瓦的電池 然後跟 附廠的 立太 2400瓦的電池 但是 你選附廠的 要再多加3500 3500 台幣 那就看你要不要加上去 然後 試試看 附廠的電池 做得如何 OK 那感覺這家立太是蠻厲害的 但是我自己個人還是選擇 附廠的 那 那我們這邊就還是一樣就是以原廠 為優先 你如果要備注就是你要選立太的話 這顆電池包就是要下訂的時候就另外再跟我備注 然後 然後多花錢 OK 這就是為什麼我今天 把其他4個 規格 兩顆電芯 組成的4款 電池包 刪去的原因 OK 那今天直播就簡單到這邊就好了 因為 還要再緊接 很煩 有很多東西再加進去 因為你們今天只是看直播 我到時候會把一些訊息給放在旁邊 然後讓你們去看一些 數據的不同 好啦 那 我們今天就先直播到這裡 那我們 3月27號有一個 環島的活動 那有興趣的話就是私訊 或者是 加一 就是要參加活動 就是留在留言裡面 那歡迎 就是 出來玩車 出來騎車 那我們今天就先這樣子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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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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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